从奥林匹亚到万里长城 从夏季到冬季 北京的星空有了五环的印记 奥运的记忆也烙印上了中国的传奇 我们是冠军 我们是冠军 军队拿到了冠军 这一次 夏季奥运澎湃赤热的代理人 冬季奥运呼啸礼乐的象征 冠军者们 他们写荣光而来 再次聚首 每一次滑行 都一往无前 哇 好快啊 每一次撞击 都热血沸腾 每一次逃志 都斗志斗勇 够 够 再走 每一个冲刺都全力以赴 不是每个运动员在自己现役的时候 参加到自己国家举办的冬奥会 体育强则国强 国运星则体育星 今年在自家门口举办冬奥会 我感到非常骄傲 如果我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到现场感受一下那个气氛 希望我们的中华健人 能创造出更好优异的成绩 2022年冬奥会的运动健人们加油 中国队加油 加油 而这一次全力运动强国有我 这将不仅仅是速度与准度的权衡 更是一场与内心的较量 在本期冠军对冠军的节目中 即将登场的体育项目 是冬季两项对射箭 冬季两项和射箭均需要运动员精准激发 其中冬季两项由越野滑雪和射击两个项目所成 除了考验运动员的滑雪能力之外 如何动静转换成为该项运动的关键 曾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 以一己之力横扫韩国射箭梦之队 他一箭封喉 打破了韩国女将在该项目上长达24年的垄断 他为中国实现了射箭项目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他就是射箭冠军张娟娟 隔行如隔山 体验过射击确实也都不容易 射箭也是需要你的前后配合 稳定地保持 从力量上要难一些 他勤学苦练 仅用四年就拿下第一个全国冠军 他天资卓越 在首届亚洲冬季两项锦标赛上 他以绝对优势为我国夺得两枚金牌 他就是冬季两项冠军张庆 有玩过设计 在小的时候玩过 我们冬季两项属于滑雪加设计 属于动静结合 老夏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节目 因为2022年冬奥会在咱们北京召开 也是希望大家去了解冬季两项这项运动 可能是夏季一些奥运项目 和我们冬季的一些奥运项目进行一些对称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看看能不能插出一些火花 我们正在收看到的是由中国国家队专用庆功酒 炉舟老教独家冠名播出的冠军队冠军 炉舟老教岁月酝酿浓香 为中国体育喝彩 为中国荣耀干杯 那边谁啊这是 小摩托 神秘人物 他来了 这是谁啊 原来是五金王啊 周凯 他是我国第一位奥运五金王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用夺三金 他拿下了中国体操队历史上首枚单杠金牌 直接成就了中国体操队的全满贯 我们正在录节目 你这干嘛呢呢 不是来挑战的吗 挑战我们所有啊 周凯老师您是体操 我们这东西两项 射击的 这您不挨的 运动嘛 竞技体育嘛 而且体操最擅长的就是夸接夸向 首先我是冠军队冠军的忠实的观众 第二就是这个夸接夸向 作为一个运动员能够夸向 来去参与运动员也是非常有意思 我这次来就是与一与六来的 为的就是要赢 那么我们今天的比赛 就变成了冠军队冠军队冠军 本期节目奥运会五金王周凯前来挑战 周凯此次前来将卫营而战 在节目中 他将单枪匹马挑战冠军护卫队 帮助自己在最后的冠军对决中 争取有利条件 节目最后 他将与张庆张娟娟两位冠军一决高下 到底谁会赢得冠中冠的荣誉 大战一触即发 敬请期待 接下来将在射箭冠军张娟娟的带领下 前往射箭场 看冠军护卫队员们 在射箭训练中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下载百事TV 看更多竹佳内容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射箭场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射箭的训练 我们现在还不教学 因为射箭还是需要很大的力量的 我们首先做一下热身训练 好的 好的 第一节扩胸运动 1 2 3 4 5 6 7 8 2 2 3 1 2 3 4 5 6 7 8 3 2 3 2 3 2 3 5 5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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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下面我们就要进行第二轮交替俯卧撑 好 来 时间是15秒 准备 开始 5 4 3 2 1 1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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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都练趴下了 基本上我后面都是用膝盖去做的 再到后面已经膝盖都不行了 我已经是用胯去做了 太别人了 那下面有请我们的周凯老师展现你的实力 好好抓紧 好 好 来 周凯可以倒立做一个顶10个 10个 到底真行 到底真行 周凯他都可以倒立做佛城影像样 这个力量是一般人是无法比喻的 几掌佛城 几掌佛城 我没怎么练过 好 我们的俯卧城就到此为止 好 下面我们就要体验我们的射箭这下运动了 好 好 好 娟姐我觉得咱们来到咱们主场 你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对 对 来到射箭场 我就觉得大家可能是最期待的一个环节也是 好的 对 冠军展示 非常的期待 世界冠军 这么近距离的去 我想要看他有没有一些很厉害的技巧展示 我在十米上射一个吧 上 上脚 上脚 一 5 ron 这还设了一个障碍 穿环 难度加大 判断他晃的这个节奏和速度 要求心理数ung也很高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以穿过环然后设在靶岇上 emphas 尽量找那个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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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还是风采不简 虽然是有障碍 他那个冷静的那个状态 那个气氛 你隔着屏幕是无法感受到的 下载摆饰TV 求看更多独家内容 准备实在 大家可以试一试 你第一件竟然上把了 我咋搭 先画在这个线上 这勾弦的时候 第一关节勾住 你的手是这个形状的 先做动作做得差不多了 才开始瞄 对 画板没人吧 打在布上 对 不是 你瞄在哪 我没有瞄 我没有瞄 不是 就是大约在这个黄的红的这个 期间 你就可以放箭 再继续来 对你继续来 再继续体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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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哇 十环哇 十环找着感觉了是吧 找着感觉了 太有运动天赋了 虽然说是我第一次尝试吧 但是我觉得射箭很多东西跟射击是相通的 不是说特别难 真晚 偏右给你瞧瞧 嗯 可以站往后一点 这个角度有点大 转一点是吧 对对对 这前手的尽量不要动 尽量做到一致 下边拔会 十环 可以了 周凯老师完全没有接触过 但是通过短短的训练 他能打到这种程度 真的就是我们比不了的 来来来 音来剑 音来剑 得找个找个点就可以 动作很漂亮 上五环 你可以再试几支 让我先来一下 哇 上边上八环 哇 十环 找着感觉了是吧 露拉射击这块也很强 他的射箭的区域 会比较集中 说明他很稳定 点九环 可以可以 哇 可以了 博哥是习武制 对兵器这方面比较了解 而且确实他的控制 可能会更强一些 四个护卫队员 很努力地投入在 我们的这一个学习过程当中 表现的都非常的勇敢 接收能力特别强 结束了射箭训练 四位冠军护卫队员们 进行了重新分组 赵文卓 孟赫棠 加入了东奥队 于蒙龙 周露拉 则加入了夏奥队 接下来 冠军护卫队成员们 将和五金王邹凯 进行一场磨合争夺战 为最终冠军对决 赢得有力条件 好 下面我们训练已经结束 我们要进行最终的对决 由于在训练中表现优异 夏奥队的周露拉 和东奥队赵文卓 将作为各自队伍代表出战 而五金王邹凯 将与他们进行比赛 抢夺本轮膜和优势 比赛距离十米 每人四只剑 最终环数高者获胜 我们的一号把是周露拉 二号把赵文卓 三号把邹凯 首先一号把露拉首先射 加油 加油 吓死我了 麻烦工作人员请把他赶出去 谢谢 好了 最后的大决战开始了 首先是周露拉激发 在一号把位的先射呢 有的时候可以给对方带来压力 前手盯住带住 好的 十环 好的 第一把十环 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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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的二号 赵老师发射 压力 好的 八环 八环也不错 也不错 周凯会有一定压力 看周凯 左边直开 身体很稳定 好的 八环 十环 八环 八环 水平都很高 也不错 董珍她是这么做的 我们露拉了第二支剑 好 现在周露拉射她的第二支剑 靠好位 五环 哇 这一支出问题了 你刚才这支剑都没有到位 前间是后撤的 在我比赛的时候 可能还是因为心理素质差吧 我还是不太稳定 轩姐也跟我说 尽可能地去调整 把每一次的动作做到位 做到点上 看一下赵文卓先生的第二支 六环 右边 六环 这种咬得特别紧 对运动员的心理状态要求非常大 稍微一紧张压力一大 就容易射击 第一个 力量 力量不够 这支剑有点着急 来看一下 这是周卡的一个机会 左边六环左右 一场的不一样 在调整中遇到了些困难 然后15非常的着急 中间会有一些偏差 这个在所难免 即开局射出高分环数后 邹凯 周鲁拉和赵文卓三人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成绩下滑 究竟谁能率先顶住压力 取得领先优势 周鲁拉现在来射他的第三剑 稳定一下自己的心率和呼吸 到位 他的拉弓并不沉满 八环压线应该是 哇哦 失误的时候 尽可能尽快地去调整自己吗 我觉得很关键 对赵文卓来说会有一定压力 看一下赵文卓先生的第三剑 好的 八环 保持得不错 一出六环 来看一下周鲁 把弓推开 正常的身体打开 好的 八环 好了 大家还剩下最后一剑 闭上眼睛想想他的动作 到底应该怎么做 沉浸在自己的环境当中 大家的成绩还是非常接近的 现在比的就是心理 到位 动作到位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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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一直在观察 路路拉的状态 他一直在调整 他的呼吸和心理 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着急和紧张 来看一下赵文卓的最后一剑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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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续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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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凯最后一句相信自己 好 漂亮 哇 十环 好厉害 好厉害 射中打新的成就感 越来越有新鲜 那么我们今天的比赛获胜者就是 周凯 心情肯定是非常开心 因为从一开始是没有想过最后能够赢 我觉得体操更多的是核心和肩部力量 在这个射箭上有一定的帮助 在射箭比赛中 五星王周凯 凭借强大的抗压能力最终获胜 赢得了一场磨合争夺战 也为自己在后面的冠军对决中 赢得有力条件 接下来大家将前往雪场 在冬季两项冠军张庆的带人下 在凛冽的寒风中 体验冰雪运动竞技的魅力 下一步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雪板 这个雪板呢 是属于高山雪板 这是我们常见的雪板 对对对 然后这个雪板 就是属于我们冬季两项的专用的雪板 就是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雪板呢是很轻的 高山的比较沉 很轻的 真的好轻的 你看很轻的 这么轻 对 这么轻 好吧 我就把雪板的情况简单介绍到这 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我自己是怎么滑行的 让大家去看一下 教你们大家一起怎么学怎么滑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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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一下 下站百事TV 收看更多独家内容 哦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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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厉害 张晋真是雪上飞 他一上去就觉得 像回到家一样 就是叉叉叉 飞起来的 就这种感觉 咱们一会跟着我学 不学者怎么滑雪 这个板呢 它是需要立印的 这么登录 这么登登不了 我给大家先做个展示 你看 这个正常开始这个段你可以用 使用一个不成的作用 体盖要下压 这些是将冰花生往前的 不要站太直了 一步一撑 对 哦跟滑冰有点像 对 大家可以先试一下 这得适应一下 不错 挺好 挺好 成功滑一趟 没摔 来 担架给周路拉抬走 怎么样 感觉要挤 往前走的时候一定要鞋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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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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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滑雪确实是 比我想象当中还要有难度 还是需要更长时间的一个训练才能有好的表现 啊 嗯 那也要跟你说 你也可以这么划 两个胳膊 就是也可以怎么 一起啊 啊 也可以 一起一划 重心不要不讲 重心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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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重心往前 啊 啊 啊 更更稳固了 哎好一些是不错 有点意思对 虽然自己不擅长 但是尝试着体验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突破自己的心里的一些障碍 去感受这项运动的魅力 还不错好一些 还挺好 它感觉滑不动 不知道咋使劲 那个 这个你蹬的时候你再 哎 你不要做 你看 收 收脚 你再蹬 收脚再蹬 你先收 再蹬 加油 对 哎好多了啊 不热不热 心里面在想摔倒了就要爬起来 因为每一次的尝试都会使我提高 我觉得我对自己还有期待 当然是不会放弃的 现在咱们频道已经掌握基本要点已经差不多 下一步呢 我要教大家刹车怎么刹 下风滑行的时候两个板是停行的 你看 现在是正常滑行 但你要停的时候 起该往里内扣就可以停住了 这就叫刹车 大家可以试一下 大家可以试一下 停 哎 你看这么停住了吗 对不对 我可真棒 这 这 这 姐 就是你看现在是不是停住吗 嗯 下风这时候你看这个两个两个板停住吗 重心往前 重心往前 然后往里搜一点这个板就平行了 这么走 哎 再停的时候 就是说 脚内车往里一扣就板就停住了 就这么简单 对 再有速度 然后这么一停 来 背后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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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么一停住了吗 很简单 可以再练一下 对 不着急 好 还可以 好多了啊 我再练了 你看 他们啥都往上停滑 哇 卓哥到上面去了 太平了 上那么高 你看看 这个速度已经满足不了卓哥了 看卓哥滑 卓哥他有绕骑了 可以啊 还过席呢 过席呢 过席杆呢 啊 非常好 非常好 太好了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大家休息一会儿 马上就开始挑战赛 加油啊 加油 好 那么寒冷的风气 你有什么预寒措施吗 一个是在屋子里很暖和啊 再一个也是要多多运动 让可以让身子热起来 还有一个最关键 就是可以喝一口咱们的 卢州老郊1952暖暖身子 在越野滑雪速度赛中 夏澳东澳护卫队成员 率先进行比赛 每队成绩最好的队员 作为本队代表出战 和邹凯进行磨合争夺战 为最终的冠军对决 赢得有力条件 组内先进行PK 决出组内最强的 然后再跟邹凯老师 进行一轮比赛 张庆老师决定他们是否 停在了停止区 好 邹凯老师请接招 请大家做好准备 摩河比赛我还挺兴趣的 虽然是头一次接触 越野滑雪 但是上手比较快 我觉得卓哥是有基础的 看到他的动作 都是高山速滑的那些动作 越野板应该也不算难胜 准备 开始 加油 好快 这个速度快 好快 好快 我把它远着 哇 我被远向呆慢一点 走 是我聽到一个 这么多散 Verge 准备终奥 是 放 Jup аб 你看他的厨勺 另一个 来 杀出 杀出 对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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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厉害 停的非常好 我中间摔了 我一看卓哥超过我了 我就蒙除两下 然后除两下失之中心了 我天 一个艺末园心态一定要的 像我这样的心态 完全都是反应掉的 不能看别人的 滑雪时候看别人 肯定是有问题的 16号 你就自己就摔倒 要证明我们队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非常好 那个卓哥用时是20秒 科长寺停在了规定的区域 要减两秒 25秒减两秒 23秒 卓哥我要是不摔的话 我没准能赢你 咱俩加个43秒 看他们多少 好 谢谢 请下一组做准备 走 卢拉很厉害 很快就学会了滑行的技巧 然后我可能还在练习 怎么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标摔倒 虽然是高山滑雪的板子 只要是双板 它就会有它一定的共通的地方 虽然它可能窄或者不好公路 我也会尽我所能尽快能滑到底下 准备 三十 三十 二十 三十 三十 跑路 买了 路线好安全 路线快起来 好 好快 路线直接蹲了 她就是内品第一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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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 注意安全 重心也落后了 重心也落后了 蹲太低了 路完快起来 摔了一跤之后 我当时没觉得什么 但是我突然感觉我的左边 蹲的一下过车 蹲的一下过车 我说这是朦胧 我说不行 赶紧起来 朦胧不得急 很好 准备刹车 这是朦胧 我的余光可以看到路拉在旁边 他也摔了 他在后边其实我是可以 有赢的可能的 我就赶紧 就是先滑下去再说 慢一点 注意安全 好快 这个速度是不是比较快 停 停 停 你这个 撤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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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杆没了 太难了 太难了 快了之后就开始不稳了 对 你速度一快 你这个重心就掌握得 掌握不好 对不对 因为这第一次适应这么快的速度 完全是不容易控制 驾驭不了 驾驭不了 还很不错 招路拉28秒 鱼蒙龙 37秒 这可能是离 胜利最近的一次 摔倒之后 我们刚才捡这个手掌 赶紧滑下去再说 也许还能赢一次 最后一轮的比赛 就是龙格赛的最后的胜利 比较王子 赵文卓 哲哥 还有周禄拉 你们三个一起PK 加油 加油 最终 东奥队的赵文卓 和下奥队的周禄拉 成功胜出 将代表各自队伍出战 面对滑雪能力者 赵文卓 和非常具有运动天赋的周禄拉 武精王邹凯能否再下一程 为自己最终的冠军对决 再次赢得一次有力条件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跟对手沾到一起 我就要百分之百的投入和努力 这时候就是成了赢来的 周禄凯 路拉PK 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 只是想到第一不要吹叫 第二是保持自己的正常的水平 发挥出来就好了 最后一轮我也会尽我所能 尽我最大的努力 拿到一个更好的成绩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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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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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哇好快 握手 按摩 出来 加油 很好 舒老师 开启 开启 加油 小心 加油 开开加油 就觉得还是挺滑的脚下 摔倒了就要自己爬起来 每一次的尝试都会所提高 开开加油 稳住 加油 加油 好快 稳一点对 过快 住了 稳住 加油 很好 稳住 漂亮 他做的比较快 带刹车了 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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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好 好 漂亮 好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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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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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是被卓哥的气场给吓到了 自己吓到了 看卓哥村的一下过去了 不行了 得持着摸着灯两下 可见这个比赛心态还好 而且很重要的 住了 滚下了 稳住 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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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 好 好 停住 不住 好 停住 不住 周老师 开开加油 他太想滚过来了 开开加油 他太想滚过来了 有了 周老师加油 到了 从一档了 就是今天最大的技巧的话 我好个人觉得是摔倒的时候爬起来会很快 而且我很会打管 然后不疼 因为这对于体操力来说也是一种 从小练的一种保护 大家都停到了减分区 对 凯开应该不带护具 直接咕咕咕咕咕滚到来 现在 竹哥还是比较厉害 好厉害 好厉害 我把刚才上一轮的比赛成绩 我先公布一下 周凯是43秒 周禄八33秒 文卓大哥你是17秒 冠决 好厉害 在越野滑雪速度赛中 冬奥队赵文卓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获得比赛胜利 同时也为本队冠军张庆赢得了一次使用磨合的权利 目前为止 武精王周凯在射箭比赛中为自己赢得了一次磨合使用权 而冬奥队赵文卓则为本队冠军张庆赢得了另外一个磨合使用权 唯有夏奥队冠军张娟娟未有斩获 好了雪上的磨合争夺战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呢这个三个磨合呢让你们选了 最终冬季两项冠军张庆获得了托把不受惩罚的有力条件 而邹凯为自己赢得了减11分钟的有力条件 在接下来即将进行中级冠军对决赛中 为获得任何磨合加持的射箭冠军张娟娟能否发挥自己射箭的优势 逆转比赛让我们拭目以待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 中国国家队专用庆功酒卢州老教独家冠名播出的冠军对冠军的最后PK赛 我们首先有请的是 2008年北京奥运会射箭女子个人冠军中国射箭奥运会历史上首金的获得者 张娟娟有请 好 我来了 娟娟呢因为拿过世界冠军 大家看到呢上次老哎都是都是特别特别客气 但是来到这里对于你来说也是全新体验吧 对啊第一次体验 第一次体验啊 所以今天还要滑雪滑完雪之后这件 太有难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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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的去完成好比赛 注重过程 希望我们三位冠军吧 都能展现出自己的风采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中国冬季两项国家队队员 担任国家冬季两项的男子主教练 获得过多次亚洲冠军的张庆有请 好 我对竞争的欲望是非常强的 赛场就是我们的战场还是很有信心的 我有一个感觉啊 当时到出场的时候 他哪怕在雪地上走路的时候 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好像很适应这个地方 这是他的地盘 哈哈哈 你是不是在越冷的情况下自己的状态都越好 因为我们经常在雪地嘛 因为气面呢 比赛基本上就比较适应这个问题了 是对 那么你们在雪地上面滑雪的时候射击很多 但是你在水地上射箭这件事情做过吗 这个情况没有过 哈哈没有过 好的那今天就来试试看 好的好的好的 那么今天还有一位冠军 他就是最强跨界运动员 中国前体操运动员奥运五金王周卡 好 来周凯 好 今天的比赛呢 是要挑战一位是滑雪的这个亚洲冠军 一位是射箭的世界冠军 然后这个项目当中又有滑雪又有射箭 我觉得有点为难 我今天就是过来体验跨界跨象的 然后我也是为赢而来 我一个人就是要拼出一个对的感觉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赢你 我来宣布一下比赛规则 越野滑雪射箭融合战 冠军对决一共进行两轮比赛 三位冠军将进行不同圈数的滑行 东京两项冠军张庆需要滑行五圈 而张娟娟和邹凯只需要滑行一圈 滑满各自圈数后前往射箭场 在距离剑拔十米的位置进行定点射箭 张庆和邹凯拥有六次射箭机会 而射箭冠军张娟娟只有三次射箭机会 成功上法后进入下一轮比赛 拖把则罚时一分钟 我们的两组选手请做好准备 比赛马上开始 我只是想不想赚买 只能赚得好准备 我们本来一趟 要不要让他赚买 比赛金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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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看更多独家内容 好 来 现场准备 加油 三 二 怎么办 加油 郑杰 张忠杰财 必定出神 郑杰一出 必定胜出 张忆华的非常非常快 太快了吧 这就是世界级的 冬季往上的速度 太快了 这二位还没有出发 但张忆已经快滑到半圈了 这速度 我们俩五圈够不够 张忆已经滑歪了第一圈 他也挺累啊 十圈啊 哪有卸电呢 抽圈了 庆哥 庆哥 必定收割 刚走出去就套圈了 你看 倒半道的时候 他慢节奏了 崔凯也被套圈了 加油 好快啊 张忠杰的速度好像有点慢 慢步 里面咋咋地 我就不摔跤 我就走过 哎呀呀 杰姐 加油 加油 杰姐 加油 张忠杰的第三圈 要滑多少圈 滑五圈 滑五圈 几圈摄完再滑 对 然后杰杰他们去滑一圈 踢完再滑一圈 再滑一圈 我十圈 这真的十圈不行 张忠杰 体能得有多好啊 周凯的速度也不错 其他王子全移 加油 别摔跤就行 周凯摔倒了 怎么了 没劲儿了 没劲儿才摔 快起 加油 张忠杰来了 我还有点圈呢 太多五圈 在冠军对决中 冬季两项冠冠军张庆 可以依仗自身超强的滑雪能力 在雪地上飞速滑行 射箭冠冠张娟娟 只要稳稳地走完一圈 就能够滑一圈 前往最擅长的射箭竹场 进行比赛 而上门挑战的五金王周凯 既没有滑雪优势 也没有射箭的优势 他将如何在这场比赛中胜出 周凯老师一直在越野跑 周凯这战术也挺好 这样也挺累啊 累 也累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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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游戏 那谁小跑呢 我们提防王子 他这招挺好 周凯又一直在一路小跑 提防王子可以 加油 周凯是一条黑马 在不断地总结自己 到底应该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滑得更好 滑得更快 周凯很快 周凯的速度非常快 张庆已经滑到第四圈了 周凯回来了 周凯 加油 加油 找到自己的锅 就可以射箭了 对 船转别着急 不着急 不着急 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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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来 伸过去伸过去伸过去伸过别吓跟 走起来 太不容易了 张庆已经滑到第四圈了 第四圈 姐 加油 我还有一圈呢 加油 走 非常稳定的来射第二箭 好 好 好的 也中了 有 张青几圈了 四圈了吧 最后一圈 珍姐加油 清哥加油 清哥加油 张青的第五圈到了 起风了 现在起风了 两圈 可以冲 走 走客 还有一圈 再划一圈 张青也开始遮剑了 漂亮 漂亮 有了 都上马了 张青已经射完剑了 三个剑靶全部都中了 加油 他又要去做他的五圈的滑行 你们搞五圈搞得太多了 周凯很快 璇姐已经来了 加油璇姐 这个还有风呢 张璇璇只有三支剑 所以必须每剑命中 对 对 张青几圈 开始射箭了 哦 射箭中了 哦 漂亮 漂亮 姐姐加油 张青加油 好 加油 我这脖子里边一直在换风呢 我这脖子里边一直在换风呢 张青还在拼命地滑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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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庆哥庆哥 对 必定收割 江灯结财 必定出财 卷姐一出 必定胜出 卷姐加油 卷姐一出 必定认输 那边打电了 这边打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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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捡住庄哥 行 他又一路一路想跑 加油 哎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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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到 周凯已经回来了 周凯的第二圈已经回来了 加油 加油 中斤 纯体可以冲刺了 赶紧冲刺啊 千万别擅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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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凯 已经通过了终点 万万没想到 最后是我们跨向跨向的冠军 得到了冠军 向最新再来一下 周凯老师 还有一个很好的接触能力 还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能力 他就是一路小跑 啪啪啪啪啪 能保持自己的稳定性 然后不摔跤 我觉得简直就是把天赋 这二字发挥到严厉精致 从一开始是没有想过 最后人格赢 肯定是非常开心的 滑翔在学中的话 是一个非常畅快的事情 清波回来了 清波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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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冲透了 轩姐加油 这脚尖手指头都冻僵了 出玩儿轩姐 加油 不着急不着急 不拳击就行 哎呦 哎呦 哎呦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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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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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 冲冲 不着急不着急 清哥还有一圈呢 erstmal 那辛苦了 她说小块 启曲 那址 我才刚才比较多 好 олн尽两项 对于运动员的考验 但是非常大的 在寒冷的环境当中 确实是比较有难度 加油 张庆也开始射箭了 张庆只需要射一个把就可以了 张庆中了 冲刺 冲刺 好了 这样张庆也冲刺了 真是我的 冲刺 慢点 娟姐 娟姐 慢点 不着急 娟姐 加油 慢慢来 加油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将体靠前 身体靠前 其实我们运动员在整个运动生涯中 他是在不断地面对失败 不断地成长 投授目标前进 自己战胜自己是很难的 想取得优异的成绩必须破那个卡 我的运动生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那是95年的时候 14岁的时候练习射箭 有时候挺残忍的就是身边的队友都有资格出去参加比赛 我是没有资格比赛的 射箭怎么这么难 煎熬 也想过放弃 哎呀 算了吧 不坚持了 我去干什么 做什么都要从头开始 你不可能一练你就是冠军 你失败了怎么面对 不能给自己留退路 既然选择了 一定要一针筋地坚持下去 即使注定无法取胜 作为冠军的他也绝不会放弃比赛 他可以接受顶着寒风勇敢前行 他可以接受摔倒后又艰难战起 不服输 不放弃 这是作为冠军与生俱来的特质 无论身处何方 无论前路如何荆棘 都无法将其夺走 漂亮 第二军节也完成了 漂亮 好了 全场比赛结束 恭喜三位选手 共横过你姐姐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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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啊 不容易 再见 查了半天 就这样找的 然后这个脚又起不来 今天大家很努力地投入在学习过程当中 对每一个项目的体验都是非常认真 非常投入 祝愿我们后期的这些运动员都能够展现出你们各自的风采 给我们呈现出项目的魅力 大家加油 时间成就巅峰 岁月酝酿 龙香 卢州老教为中国体育健而喝彩 希望我们一起点亮 荣耀之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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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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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强则中国强 奥运圣火照亮了这条体育强谷路 十四年前 北京欢迎你 响彻中国大地 而今天 双澳之城北京 也在践行他的 冬澳承诺 世界期待中国 中国必将不负期待 2022 让我们一起 向未来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固域队员PK赛 为了我们 你必须得努力 一键装掉就看你了 加油 进行最终的接力赛 孟和唐已经滑跃了 很前面 速度非常快 卓哥出发了 我就要拼命 一感 一样 中脑哭的感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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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